想不到吧 今天要教大家怎么样用 嘴唇来发出重音 哈喽 我是新姊姊 上一次有教大家怎么唱 吴彦斌你要的全拿走 副歌的部分 如果大家觉得节奏 三连音 六连音 还是搞不懂的话 记得要看我上一支影片 那今天这首歌 还有很多有趣的地方 我们先来听听看 大家有听出钟音在哪里吗 我们再听一次 我怕他以后没人冲 哪怕他不懂我的痛 我不必再为你抢救 我怕他以后没人冲 哪怕他不懂我的痛 我不必再为你抢救 现在听得出 中音在哪里了吗 那我们要怎么样把中音做出来呢 我们用我们的嘴唇 现在大家来试试看 把你们的声音都集中在嘴唇 然后跟着我念一遍 打 打 打 喷 打 喷 吞 吐 吐 打 喷 吐 打 喷 吐 那记得声音一定要集中在嘴唇 他不可以听起来是打 喷 吐 他应该要打 喷 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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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他推出来 我怕他 哪怕他 哪怕他 我不必 我不必 我怕他以后没人冲 哪怕他不懂我的痛 我不必再为你唱唱 那这首歌呢 如果大家可以把重音都做出来的话 就可以更准确的把我们的Groove都带出来 那这种唱法呢 其实他也是比较percussive 也比较有punch 那那个部分呢 也比较会跳出来 其实呢 唱歌里面发声 它包含了很多不同的东西 像一开始我们的腹式呼吸法 还有当你在唱歌的时候 腹部的一些动作啦 以及我们的口腔里面 有没有给他足够的空间 产生共鸣啦 还有嘴唇也是非常重要的一环 那我们今天呢 学习怎么样用嘴唇 来辅助众音 那其实嘴唇在发声里面 也是非常重要的 我们今天 学习这个小技巧呢 它其实在任何一种类型的歌曲上 都可以使用 只要你觉得有些部分需要强调的话 就可以把这个技巧套进去 那这个技巧呢 其实在rap里面 我们经常可以听得到 就算你跑起韩国成容严真不到我那么帅 我那么帅 我那么帅 把破纳三瓶子里偷偷偷翻成了自己 有点酸 time we don't talk no yo 想换个手伏 I can't do the body no that'll be oh bake up ch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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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千万不要小看这个技巧哦 因为这个技巧 几乎在每一首歌里面呢 我们都会以不同的形式用到 大家到了最后 记得要帮我们按赞 留言 订阅 分享 最重要就是你们的小铃铛 要给我们打开 如果有instagram的朋友 可以来找我们 我们是欣欣姐姐 拜拜 拜拜 害羞 哈哈